海外民俗文化种子教师培训班于8月21日 在金山湾区乔教中心多功能教师举行第四堂的课程 特程以实体及云端同时举行 约有60位教师上课聆听 乔教中心主任庄雅淑和新就任的副主任陈怡珍 也到场为文化种子教师培训团队及培训老师鼓励 那我希望呢 在这边呢 也要邀请在座的所有民俗种子老师呢 如果参与了完整个培训之后呢 欢迎加入翘尔会民俗文化种子老师的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让更多的人体会这个传统文化姿美 此次课程主题为立春庆团圆 由珍宝香及王淑美二位讲师授课 特程大纲分别为春季节期养生之道和节庆特色 邻国台湾回娘家送礼和花布艺术缝制台湾红福代籍 彩晶舞蹈教育学 珍宝香详细说明春季的六个节期及养生 了解立春的意义由来 风俗 知识 国人回娘家送礼的习俗及禁忌 和外国人回娘家送礼习俗 今天讲春天的六个节期 春雨 今春 清古天 这是六字口诀 那如果您不知道的话 您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研习营 王淑美分享台湾红花布附带用图及缝制 彩晶舞的起源 会跳会叫彩晶舞蹈 王淑美也说明台湾红花布不仅保留了台湾原有文化 更混合了东西方视觉风格 成了具有独特台湾奔放性格的花布图案 而台湾花布图腾 曾是许多台湾人生活用品上的图案 更因此成了许多台湾人之间情感连结的文化共鸣 我今天所组讲的是台湾红花布的介绍 甚至我还会教大家跳心灰灰的台湾歌 那你在家里也可以活动你的筋骨 然后甚至欣赏我们的台湾歌曲的美妙 二年折纸服带也是首座课业之一 在图示步骤教导下 培训老师大家都折个新年小服带盛装好运来 本则新闻由金山湾区文教中心提供